歷代之下第二章第七節 現在求你猜一個考像來 就是善用金銀銅鐵和紫色珠紅色藍色線 並精於挑剋之功的考像 與我赴大衛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所預備的考像一同作功 他們能夠有資格在生命上 使我們怎樣自處怎樣選擇人生 這一方面去考驗我們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一班就是辛苦 他完成了他自己的考驗 甚至他根本就已經沒有了那個驅體 他沒有一個會死的驅體 沒有一個去靠錢才能夠 得到快樂 滿足的驅體 他也不需要甚至藉著邪情私慾去滿足他 這個復活的身體 明白嗎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個世界 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原來是最少有三批的人物 一批就是這些工匠 在不同的地方 直直募民去打這個聖殿 一批就代表了索羅門 一批就代表了 這個Master Biller 這個來自曬東尼亞的考著 而事實上你就明白 為什麼我們一直研究 Firmation的時候 那麼多地方出現曬東尼亞 為什麼那麼多神話會出現曬東尼亞 為什麼特意 連火星面具都會用曬東尼亞去說 因為原來這個故事 這個聖殿 蘇造的時候 就是有這三批人 而歷史上面 是有這三批人 但是問題是我們打從一開始的時候 就好像我說 第一批人我們在考驗當中要考得成功 然後到最後會給我們一個標準 我只知道這一點 另外 最後有一批人 就好像索羅門 把所有歷史當中 所有集合在一起 能夠建立了這個聖殿 讓他能夠成形 能夠讓每一個人都理解了生命原來就是一個對於我們生命敬虔的一個考驗 但是原來按著這個小孩子的啟示給我們知道 原來當他標準了之後 這一批的辛苦 直接時空穿梭 他就成為這個校長 為什麼一定要他成為這個校長 找天使不行嗎 那些沒有資格 因為天使有沒有度過人生 沒有 換句話說你可不可以找一個 化學教授 出一個物理學教授的考試試題出來 他沒有這樣的資格 或者他有這樣的知識 但是他沒有這樣的學歷和資格 是不是 你一定要經過整個 學術上的歷程當中 你理解了 譬如你讀這個科目 你做過這個科目的學生 你成為優異生 你考試 你經過重重難關之後 你正式成為一個老師 並且你有這個學術上的資格 你才可以在這個科目當中出試題 既然我們說在人生當中 會有人監管 會有人出試題的話 最合格的 起不是就是辛苦 因為辛苦本身就是一定要在歷史最後 他總括了整個人歷史當中所有的試題 並且 他不是好像人類歷史當中最初 亞當夏娃只是考生命樹的試題 不是的 他人類歷史最後 所考的試題 隨時他一天裡面考的試題 多過亞當夏娃一生所考的人生試題 明白嗎 但問題是他們是優異生 他們是優異生的話 他們有資格就會回到這個人生的考驗當中 成為一個老師 去出題 給全的人類歷史 明白嗎 所以在神的公義下 他是選擇了辛苦 成為一個掌管者 去核管列國 所以沒錯我們知道一些不好的皇帝 他用鐵像核管列國的時候 我們會說他出貓 說他錯 說他不對 說他濫殺無辜 為什麼 因為那個皇帝還是人 他都是一個考生 就算現在全世界英女皇 誰都好 美國總統都好 他們都尚且是人 並且他都是這個考生之一 但是我們不能夠說 用鐵像核管列國的小孩 子 他是一個不好過皇帝 因為他 製造戰爭 因為他審判列國 你就不能這樣說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什麼 他已經有復活身體 他已經穿梭了時空 他已經考完他自己的人生 他已經是通過了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觀念 有這個 資格 所以他在人類歷史當中 全的人類歷史當中 是由他們掌管 並且由他們用鐵像核管列國 他們發起的戰爭 他們所出現的 培植不同的國家 比如我們所說的 亞索 波斯馬代 我們說的巴比倫 都是培植出來去審判 什麼的 審判以色列的不信 是不是 但是如果人類歷史當中 要培植他們的時候 最有資格去培植他們的 是誰 是不是 我們知道 是神讓這件事發生 但是問題 誰 去做監管 即是我們知道 建殿是所羅門 我們知道是所羅門建殿 但問題是誰就是做監工 是不是 做監工那個 起碼自己是個工匠 是不是 因為他要監工其他的工匠 所以監管列國 核管列國 起碼一定要是人類 才行 是不是 因為他要監管的是什麼 是人類去度過他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 所以監管者 一定度完他自己的人生 並適合格 他才有資格去監管 別人 這個原來就是 給我們看到 聖殿本身建立的時候 就隱藏了一個 這樣的智慧 和一個這樣的啟示 在裏面 歷代之下第2章第7節 現在求你猜一個考像來 就此善用金銀銀 鐵和紫色 珠紅色 藍色善 並精於挑剋之功 的考像 與我父大衛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所預備的考像 一同作供 母皇祖 神恩外慕 如光照要你 來總額在門氣 將我興奮若喜 我願 睡著神暴力 如英遠去 無風靜止 另類 焰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